還有另外哪一些運動可以來保健我們的前列腺呢? 運動的話其實保健前列腺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你知道就是我們也有人做研究 就是說這種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 他們前列腺的這個發病率就是它的雷會更高一些 他們發現那些經常勞作的人 尤其是像農民 他們經常會去勞作 他們的這個發病率就會低一些 而經常做辦公室不動的人 他的這個發病率就會高一些 無論是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炎 前列腺癌 都是的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個情況呢? 其實理由也比較簡單嘛 因為你看我們做的那個地方 正好就是男性的這個地方就正好壓在了這個灰陰穴上面 而灰陰穴的生成就是前列腺 就像我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壓的那塊地方 那地方就是一個灰陰穴 裡面就是前列腺 如果你的前列腺的話 你經常去擠壓它 就是你坐在那裡都沒有動 那地方氣血運行不畅 氣血運行不畅的話 首先它就會造成一個氣質 然後它造成一個血淤 血淤之後你如果那個地方又濕熱 那地方很容易聚集濕熱的 那個濕熱聚在那地方 很難就是把它排掉了 它循環太差了 那加上濕熱的因素 那麼這個就很容易 這個前列腺就容易增生就會長大 那你長大之後你排尿又不暢 那個尿經常激在這個胖光裡面 就容易造成感染 又容易形成結石 甚至又會長一些結結 這樣的天腸之久也可能又會出現一些癌變 所以就出現一系列的問題 但是你經常的運動就不一樣了 你這一塊就是能夠保持氣血的一個通暢 一個正常的運行 你身體如果足夠好的話 其實有很多身體濕熱也好 什麼淤血也好 它慢慢慢慢通過循環就排泄掉了 這個問題它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但是你總是做了有不動 那這個地方它就很容易成為問題 所以經常的運動是非常好的 那哪一種運動是您比較推薦的呢? 首先是要戶外運動 一定要是在戶外 我們不主張在室內 中醫都不主張在室內做運動 就是那種無氧的 那是練肌肉的 把你的肌肉練得很強 但是你的內臟不一定強 如果你的氣血都跑到你的肌肉上來了之後 那你的內臟可能會相對還會還會差一些 我們是主張那種一個是有氧運動 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然後運動不要過量 當然也是根據不同的人 就是年紀大一些的人 你就可以散步啊 年輕的人 年輕一些的人也可以跑啊 或者是打球啊 等等 就是做一些你身體會感到比較舒服的 這種戶外的運動 但是都不要做一些過激的運動 是 那我們知道就是古代 古代人他們在保養前列腺 其實有一些特殊的運動方法 也可以被請這個榮大夫來跟我們分享 對 保養前列腺呢 就是除了這個像穴位按摩呀 還有這個愛丟啊 這些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搓骨道 因為骨道 就是什麼是骨道 骨道 就是古物的骨 就是骨字 那我們吃進去的這個骨字 就是大米 就是它的沒有打之前就是骨字嘛 就是古人其實是很文雅的說話 就是說這個你吃進去之後從哪裡出來 從肛門出來嘛 這個肛門就稱為骨道 就是說搓骨道就是說搓這個骨門 就是讓骨門去運動 經常的去運動骨門 這樣的話 就孫思廟我們說到這個大一家 就是他活了一百多歲 他是非常的主張這個搓骨道的 他說骨道一長搓 他自己就是經常的搓骨道 我們先前說的這個乾隆皇帝活了89歲 對吧 他也會經常搓骨道 這個搓骨道呢 就是是道家的一個養生的方法 孫思廟也是修道的嘛 這個它就是它可以就是 可以保筋啊 可以強盛啊 可以固氣啊 還可以就是說調這個你的大小便的功能 讓你的這個大便小便都正常 然後性的功能也能夠得到提升 這個搓骨道的這個方法是非常有利於健康的 你知道就是我們現在有一種就是西醫的方法 就是前列腺按摩嘛 就是它是把這個手指呢 就是放到這個肛門 在職場裡面去按摩這個前列腺 因為從職場裡可以觸摸到這個前列腺嘛 這個增生以後呢 就非常明顯 就是太腫瘡了之後這個前列腺就是 就是引起的一些問題很嚴重 它要去進行按摩呢 就把它的那個前列腺裂啊 把它就排掉啊 把裡面腫瘡啊 它能夠消除一部分啊 它有這樣一個前列腺的一個按摩 但是這個按摩呢 有好也有不好 不好就是有些人他沒有經驗 或者他動作過重啊什麼 他容易把前列腺按傷 還造成一種損傷以後呢 它引起更嚴重的一個症狀 而這個搓骨道呢 它不會 因為它是通過你自己的內力 通過你自己的內力去收縮 就讓那個間接的去按摩這個前列腺 讓前列腺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修復 那如果說這個搓骨道對我們人體這麼的好 怎麼樣搓什麼時間搓是最好的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指導一下 這個搓骨道呢 它是這樣子 就是所謂叫搓骨道 不是說用手去搓的啊 就是其實呢 就是說是用你的內力去就相當於搓 其實就是就相當於一個提肛運動 你現在都知道提肛運動是怎麼回事 就是你把你的肛門啊 整個就是婚姻這一部位 你都會就收縮就會提升 對不對 提升以後呢 然後你再放鬆 你剛開始做的時候你可能不太會做 你可能就是就堅持不了一會一會 然後你就放鬆 沒有關係 你經常唸的時候呢 你就會這樣做得越來越好 你會保持時間會長一點 然後你在吐氣的時候就放鬆 吸氣的時候就把它收起來 這樣其實是不拘時間的 不拘地點 你很方便使用的 也不拘次數 一天可以做個七、八次 因為你也不可能整天做 你就做累了 你不用做了 你想起來你方便的時候呢 你就做每個五分鐘、十分鐘、二十分鐘都可以 你坐著的時候你在辦公室啊 或者是你有時候甚至你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站著也沒事 你戳骨道、你戳熟悉來之後呢 就很容易做 在任何地方你基本上都可以做 就是別人也不會感受到 別人不會察覺到 但是你自己呢 會覺得 你經常去戳骨道的時候 你覺得你整體的身體都有一個很大的提升 有的人覺得 好像人都變年輕了、變精神了 就像年輕人一樣 充滿了活力 就是無論是小便方面啊 性的方面啊 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改善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是 是 那我想我電視機前的觀眾喔 就是在看我們直播的觀眾 真的把它記起來 而且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觀眾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因為前列腺肥大做了手術之後呢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用中醫 因為排尿還是不順暢 是不是可以用中醫的方法來進行調理呢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因為前列腺 前列腺尤其是前列腺增生 你說手術以後呢 一般就是再增生的可能性 就是非常的大的 它只是跟你暫時性的就是做了一點點嘛 你還是會再長大 所以即使你現在沒有小便的問題呢 你都是可以再用中醫的方法治療 那你如果現在已經都有小便的問題 你更是需要一個中醫的治療 一個呢 它可以幫助你修復 因為你那一塊你做手術以後 你如果本身你的氣血就不通暢 那你手術以後 它一定會有淤血在那個地方 那個淤血淤在那個地方 又會造成你的新的問題 對不對 那中醫呢 它給你活血化育 再一個呢 就是你因為本身這個前列腺增生 跟腺有關係 它會跟你顧腎啊 跟你那個養腎啊 益腎啊 就是可以跟你補這個腺這一塊 所以就會幫助你就是恢復 同時呢 預防你的這個前列腺增生的這個速度太快 就是有個抗痠腦的作用 是 是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才您說的這個就是這個出骨道運動 是不是跟這個女性的凱格爾運動是很類似的呢 我沒有看這個女性的凱格爾運動 但是我們可以說的就是這個出骨道的這個動作的話 男女都是可以做的 因為這個它可以就是補腎啊 可以顧精啊 女人也是有的嘛 對不對 像女人的話 你經常的就是去戳骨道的話 也是能夠提升你的這個性的能力啊 再一個就是可以就是說 有的人也是有小便啊 經常小便瓶啊 她腎虛 腎虛的話 腎不化氣啊 那就會出現一個小便瓶的問題嘛 所以你也可以經常的搓一搓骨道這樣的話 也解決小便瓶的問題 還有的人白帶多啊 白帶多呢 有的白帶多是因為濕熱 有的是腎虛啊 腎虛引起的 這個白帶就是水都流掉了 知道吧 其實這也是筋啊 你都流失了 就像男人的胰筋一樣的類似的 那你經常搓骨道呢 對你也會有幫助 好的 好 那我想這一題喔 男女朋友都適用 所以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蘇榮 榮大夫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因為在疫情期間 有很多慢性病的朋友 因為這個擔心被感染 所以真的無法去就醫 延誤了病況 所以久久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所在地剛好疫情升溫 真的無法去求診 你可以用暫時喔 暫時用專家們提供的這些方法 來調理身體 但是還是要依照您個人健康情況 千萬不要延誤了治療的時間 當然在疫情肆虐下 很多人都在等待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們也會從疫情下如何健康生活的角度 來更多的幫助大家 當然呢 病毒大流行還是在威脅著我們 所以健康一加一防疫身心靈 還會持續陪伴大家 找到一條真正防疫的道路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